跨台湾海峡的高铁怎么修 金塘海底隧道或许可以打个样 就在前不久 这条世界上最长的海底高铁隧道 正式开始绝境 为什么它是世界之最 海底是如何施工隧道的 又攻克了那些工程难题呢 今天我们就来把隧道的变成大众的 金塘海底隧道 位于宁波与周三之间的金塘隧道下方 是永州铁路的控制性工程 长约16千米 其中海底顿垢段长11.21千米 所谓顿垢就是利用顿垢机 在地下打洞形成隧道 先等一下 顿垢段一共才11.21千米 那海底部分也就不到11千米 怎么就是世界最长呢 同样是铁路隧道 英吉利海峡隧道 海底就有37千米 日本的清寒隧道 海底也有23.3千米 可都比这个长多了呀 别急 注意看限定词 金塘海底隧道是世界最长的海底 高铁隧道 高铁这两个字非常关键 因为它的设计时速高达250千米 每小时 是妥妥的高铁线路 而英吉利海峡隧道和清寒隧道 运行时速都不超过200 不属于高铁 所以在高铁的范畴 金塘海底隧道的长度 还真的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 除了长度之外 金塘海底隧道的断面 也是高铁隧道的世界之最 断面直径高达14.5米 相当于五层楼的高度 一个隧道可以同时铺设双向铁轨 这种规模的隧道 采用顿垢基石工 也不是什么高科技了 毕竟很多隧道都是这么干的 但是在海底 并没有那么简单 金塘海底隧道面临着两个难题 一个是深度太深 隧道位于海平面以下78米 顿垢基承受的水压非常大 二是隧道沿线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 一会是岩石 一会是土壤 顿垢基要经历28次软硬地层的变换 为此不得不对顿垢基进行特殊设计 比如在刀盘上安装冲水水管 应对粘土地层的绝境 加强核心部件的密封 应对高水压等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小学数学问题 不得不说 11.21千米的长度 如果只用一台顿垢基绝境 得挖四连 那如果采用两台顿垢基 相向绝境 不就可以工期减半了吗 工程师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施工中用到了两台顿垢基 永洲号顿垢基 从临波侧开挖 绝境长度4940米 定海号顿垢基 从周三侧开挖 绝境长度6270米 读过小学的朋友 可能就已经发现问题了 每台顿垢基的绝境长度 为什么不一样呢 难道不是均分施工长度最省实吗 正如前面所说 由于海底地质条件复杂 岩石和土壤交替存在 两台顿垢基面临的地层 并不均等 绝境速度有所差异 这是其一 其二 两台顿垢基对接 大家直观的想一下 肯定是在沿层中对接 最为妥当 所以他们对接的这个位置 是精心挑选的 隧道上方沿层最后的点 以实现精准对接 精准对接这个词 说起来轻松 操作起来可不简单 在海底隧道内 人工测量的进度非常差 测量误差 经过长距离的累积以后 可能会差至千里 稍不注意就挖成两条隧道了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金唐海底隧道 用了六台北斗导航卫星 配合顿垢基的自动导向系统 可以及时的纠正偏差 让顿垢基沿着既定的路线前进 按照设计要求 最终的对接偏差 要控制在两厘米以内 有了这些经验 以后咱们修百公里的隧道 应该也不再话下了 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 两台顿垢基顺利汇湿以后 前无出口后无退路 在几十米深的海底 数千吨的顿垢基 怎么从隧道中测出来呢 整体开出来是不可能了 只能拆成零件运出来 但顿垢基的外壳不用拆 留在隧道内还可以起支撑作用 这种方式被称为金蝉脱鞘 非常的形象 实际工程中已经有过成功的案例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技术问题 顿垢基拆除以后 金唐海底隧道就算是贯通了 这预计要到2026年底 再用两年的时间 到2028年永州铁路 就可以全线通车 届时将结束 周三群岛不同铁路的历史 从宁波到周三 坐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 也就是说 咱们以后去周三旅游 都可以坐高铁了 是不是还挺期待的呢 再回到开头的问题 虽然官方没有这么说 但你觉得 金唐海底隧道 算不算得上 台湾海峡隧道的试验工程呢 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点一个大大的关注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我是工程师许小刀 我们下期再见